三四报名参军中原军旅梦想 从军路上他经历了怎样的坎坷 歹徒劫持人质 女孩命轩一现 惊险时刻他如何变身所降骑兵 军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防喜喜娃的突击之旅 我叫王氏 姨竹 1991年出生在云南省云南州茅里坡县 2011年12月入入 现在武警湖南总队永州支队 一中队推理牌班长 来到布里时 我已经20岁了 本以为穿上军装就会顾上 士兵突击中那种 荡气回肠的生活 没想到新病时光 也却只有许三多士的 笨拙与困惑 从来没有想过 要当成个什么样子的兵 只是记得复兴告诉过我 喜娃 你不要让别人看不起 也许成长就是要不断的摔倒 也许军梦的路就是要不停的自嘲苦吃 从木纳的山里的娃到土著一线的特战队员 从一无所有到荣誉满身 六年来我曾以歹徒近身捕杀和战友并肩面对生死 经历过无数次的考验后才发现 其实经历的每一天都是畸形燃烧的血液 不敢说自己成为别人口中的所将骑兵 也好见到 只是觉得逐渐长成了自己当初羡慕的英雄的样子 以看到梦想最初的模样 平日里王喜开口说话 时常会眯着眼睛咧嘴一笑 有黑的脸 洁白的牙 喜感顿生 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非常萌的外号 喜娃 这个喜娃可不简单 在入伍的六年时间里 他不仅把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拿了一个变 还被武警总部表彰为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成为了战友心中的一号剑刀 春末夏初 湖南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梅雨季季 这是农民插秧的时机 这细雨绵延的三个月 也正是考验王喜和战友们屹立的时候 这已经是王喜第三次参加这样的集训了 从最初的青涩木讷到如今的雷厉风行 六年的时间里 王喜收获的是自信 没有改变的 是依然乐观的性格 王喜的父亲曾在一场战斗中担任民兵 负责抬送商员 小时候的王喜就常常听父亲讲战斗故事 唱红色歌曲 这令他格外的着迷 小的时候啊 我一夜他们呀 我爸爸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起聊天 聊天他们当年在这个前线的时候 去打仗 怎么抬商员 导致我这个意义里面就是对军人很崇拜 在父亲的陪伴下 18岁的王喜报名参了军 可从军之路远没有他想象中那样顺利 第一年因为经锁静脉曲张 他没有通过体检 为了能够让儿子当赏兵 父母靠四处借债 凑够了给王喜做手术的钱 然而第二次体检 他还是被挡在了军营外 因为一直冒着雨赶路 我因发高烧感冒了 咳嗽 非常的 咳嗽咳得很厉害 导致这个非常有个 盖化点 就这个没够得了 2011年6月 王喜的父亲生病住院 为了给父亲治病 家里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欠了5万元的外债 不久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弥留之际 他给王喜留下了这样一句嘱托 为了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2011年9月 王喜第三次报名参军 然而 这一次不再有父亲的陪伴 这一年 2011岁的王喜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 入伍的那一天 正逢父亲的七七忌日 我就是说到这个父亲的本间说 你 你 希望我去当兵 支持我去当兵 你的心愿已 达到了 我的 愿望已达到了 希望你 安息吧 然而 入伍的头几个月 王喜就感到了无处不在的压力 瘦小的身材 让他在童年兵当中并不起眼 四肢僵硬 更是让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垫底 这个基础科目 这个基础性点 就是人他自己刚开始 就是人有点不怎么协调 有点笨笨的那种感觉 因为接受能力差 王喜常常跟不上队伍训愿的节奏 渐渐的 他的成绩成为中队里最差的一个 就在这时 他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就跟我说 现在妈妈很急于 连生病了 这个买药的钱都舍不得去买 连些这个街上逛街买东西吃一碗 饭都舍不得吃 我听着我就流泪了 这个是我入伍之手 我母亲买了我的 因为那天下着小雨 母亲碰我冷道 在路上 跟我的穿上 想着父亲的临终嘱托 想着母亲的孤独身影 这天晚上 王喜第一次失眠了 想着 我小时候 父亲跟我说的那句话 你不要拜别人看不起你 你不管你到哪里 做什么事情 都要努力去做 不要让别人看不起 王喜暗暗的在心里 重复着父亲的这句话 他开始了一场 实现梦想的突击 我练在我的手 走步发肿 吃饭的时候 手去夹筷子 手都发抖 平时叫战友们 跟我夹菜 甚至有时候不好意思 叫战友跟我夹菜 那我就是 泡了这个 有打点汤 就泡饭 就这样吃了 小联兵考核的时候 王喜第一次受到了班长的表扬 他说 王喜啊 你这个事情表现得不错 比上个星期好得多了 下次继续努力 继续发扬 相信你能行的 当时我听了这句话 我心里面特别高兴 不久 王喜便称为童年兵中的第一个特战队员 2014年10月 他被选拔参加 鼓请湖南总队首届特勤牌应急班比武考核 与众一念 坚持 坚持 坚持到什么时候 坚持什么时候 努力 时刻在提醒自己 努力 一定努力 站在赛场上的王喜不再是畏首畏尾的孩子 三年的军营生活让他早已适应了比武的节奏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比武时间里 王喜完成了攀登 射击 障碍 武功礼 武装越野等47个科目的竞赛 摘得了武警湖南总队首届三乡勇士勋章 荣立三等功 我叫王喜 一族 一九九一年出生在云南省云南州马里坡县 2011年12月15日 现在武警湖南总队永兽支队一族的特勤牌班长 从梦岛的山里的娃 达到罪性的特勤队员 从一无所有到荣誉满身 六年来我曾以歹徒近身薄杀和战友并肩面对生死 经历过无数次的考验后才发现 其实经历的每一天都是畸形燃烧的血液 不敢说自己成为别人口中的所将骑兵 也好见到 只是觉得逐渐长成了自己当初羡慕的英雄的样子 也看到梦想最初的模样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王喜喜娃的突击之旅 获奖的第一时间 王喜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 还把集训一年来和战友们的合影做成影集 寄回了家中 打枪的 跑步的 里面全是他穿军装的样子 母亲鼓励王喜在部队好好干下去 而他自己也想争取更大的荣誉 抓绳上这个课目 王喜同志 一直是我们中队记录保持着 哪个能够主动出来和王喜比一比 好 好 送上楼 准备 开始 抓绳上 攀登 锁将等特种作战课目 中队要求每名队员必须熟练掌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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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到用时 二十六秒一二 二到用时 二十七秒一六 获胜的是完十 完成 平时训练的呢 我们是从这个 瀑墅 瀑墅啊 定点跳啊 什么掰熊绍啊 各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去训练 但我们就那时候 我们就没有训练 都是从阳台 从阳台这个 定点跳 跳来训练抓捕 从那次这个 解救人事开始 我们就学起这个 有经验 不管在什么训练过程中 手下过程中 我们都以这个 手下跳阳台啊 跳窗户啊 各个方面的进行展示训练 王写说的是2014年 10月8日的上午 那一天 湖南省永州市 珠山镇中心小学 发生了一起 劫持人质事件 为了尽快解救人质 防止犯罪嫌疑人 做出过激行为 先前赶到的公安民警 一边稳定犯罪嫌疑人的情绪 一边请求武警官兵迅速增援 一个中年男子 劫持一个小女孩 在三楼的走栏上面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的 单地的群众在那围观 然后现场环境也比较混乱 此时歹徒咆哮着 要将小女孩从三楼丢下去 能否打赢这场争分夺秒的救援战斗 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中队长何汝涛 带领王熙等特战队员 立即对周围的环境和地形 进行了仔细勘察 在公安人员努力劝降的同时 王熙和中队长商量出了营救方案 他们决定采取所降营救的方式 这个任务由王熙来完成 从训练的科目来讲 以及他平时训练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临场发挥啊 心力看压能力啊 以及他本身的军事素质来讲 在我们这个处置队员里面 都是拔尖的 应该选择他来处置 对于我们指货员来讲 心里面是还是比较有敌的 战术配合强行抓捕 这也意味着所有人只有一次机会 可当王熙站在四楼的窗口时 他才发现索性营救的难度之大 他这个从四楼上一样 他没有一个固定支撑点 我们就用了这个四楼的一个窗户的 一个固定支撑点 这里固定了 后面他又有一个高压线 他距离啊 成一米左右 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个索将 在一个这个小学啊 下面这个围栏 这个围栏围栏很接 如果任务失败 王熙同样也面临着生命危险 时间一分一秒的暂流逝 歹徒也越来越焦躁不安 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王熙身上 真的不要往后一样 不要把身体全部绷支了 如果身体绷支的话 这里后背啊 就可以碰到高压线 所以说我们在下的过程上 有点脚膝盖弯着 有点感觉在那个羊羊下蹲的那种感觉 从上面下来就会碰不到 就慢慢慢慢滑滑到那个四楼 三楼至四楼悬沿的那个边上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被截止的小女孩抬头发现了王熙 那时候我在想 完了完了 为什么这个 如果说这个小女孩 看到我的时候 叫我说 叔叔 你怎么从日夜下来了 那时候我就 一下子肯定这个任务就肯定就失误了 我给他打个手势 就是这个手势 叫他不要讲话 他就 小女孩的心里就很淡定 他就把头勾着 王熙利用小女孩低头的瞬间迅速下滑 与此同时 埋伏在三楼的何汝涛和其他几名特战队员 迅速向犯罪嫌疑人发起养工 他的手的话都已经 高于延台了 抱着小女孩的高度的话 然后人的身体已经转过去了 也就是他刚刚把小女孩抱起来转身 准备往外扔的时候 王熙利用脚 刚好踢到他 所以这个时候大概不到一秒 第一反应就是 用脚啊 去把那个小女孩夹住 把他从阳台夹了 这个挡到这个三楼阳台里 歹徒眼见人质被救 自己无路可逃 纵身跃向走廊来 企图跳楼自杀 悬在半空的王熙 用右脚把他踢回走廊内 此时赶到的突击队员 一拥而上 将其抓护 整个过程不到五秒 这个武警很厉害 武警了不起 训练很好 把他处置了以后 下面老百姓都是一片恍惚声 这场持续近四个小时的校园劫持事件 最终得到圆满处置 人质安全获救 六年里 王熙经历过多次这样的生死考验 他曾经参与重大任务27次 容力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 二零一六年 王熙被评为第十九届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位置 二零一七年五月 他又刚刚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对于王熙来说 身上的特战光环 承载了太多的含义 当年执着参军的山里娃 一路拼搏 完成了父亲好好干 别丢人的嘱托 六年的时间 穿军装的王熙从不停息 才完成了对梦想的突击 飞逆军梦的人 从不起少机会 二零一六年春节 王熙还请为父亲治病 所欠下的五万多元外战 那一刻 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这期间 他还资助了江华瑶族自治县贫困学子 廖花和廖秦两姐妹 三年来 王熙每月按期寄达的200元助学金 让两姐妹能够威信学业 而王熙更是成为了他们奋发学习的精神动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指示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将带您走进文昌航天城 看看车住民是如何为天州一号保驾护航的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